有些男人 你只要看上一眼 便会对他产生好感 甚至是爱上他 比如还上《繁花》中 张元龙饰演的邵振荣 比起窦霄饰演的男主雷宇峥 我更喜欢邵振荣 两个人演员都很帅 很优秀 但是邵振荣身上 有着让女人难以抵抗 令人着迷的气质 帅气和帅气之间 还是有区别的 邵振荣和雷振荣 同样属于高颜值男神 可以他们之间的帅 是不一样的 雷振荣的身上 弥漫着深容物净的气息 长得再好看 大家也只能像 欣赏一件艺术品 去欣赏它 不愧令人 有更多的遐想空间 而邵振荣的帅 是不太攻击性的 他就像我们身边的 林家小哥哥一样 他可以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近到身手就可以抓住他 好看的人有千千万 真正让人想入非非的是 那些我们身手就可以 触及到的人 雷振荣和邵振荣 属于两种类型 一个腹黑冷漠 一个温暖爱笑 雷振荣这样的男人 除非他先动心 否则女人很难靠近 即便是在一起了 你也很难分清楚 他和你是玩玩安逸 还是真心喜欢 邵振荣是一位 救死扶伤的医生 职业习惯造就了他的沉着和冷静 可脱去身上的那身白搭褂 他就是一个爱笑的大男孩 俗话说 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邵振荣因为温暖阳光的个性 在医院和同事相处和睦 甚至成为了女护士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遇见邵振荣这样的男人 你即使不喜欢也很难拒绝他 你在他的身上感受不到一丝恶意 他总是用他的阳光去温暖身边的人 比如福利院的孩子们 还有雷宇蓁 细心这个词通常会用来形容女人 用在男人身上便是一种褒奖 邵振荣不止阳光帅气 还心细如沉 他会在女主脑袋即将撞上墙壁的时候 悄悄地用手给女主做肉店 他会用心地记住女主的生日 然后给他惊喜 在感情中 他不是站在原地等待的那一个 当他确定自己的真心 便主动迎向对方 主动表白 开启一段相互奔赴的爱情 他害怕自己的家世吓着女主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家世 不管是谁 遇到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 都会感到自卑和患得患失 邵振荣感受到了女主的不安全感 在两个人开玩笑的时候 趁机答应了女主的求婚 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 为了给女主一个家 他买了属于两个人的房子 邵振荣的细心是对这段感情的笃定 认定一个人就要满足他对未来的期许 或许是从小被家庭保护得很好 又或许他天性如此 在邵振荣的身上 你很难感受到那种属于成年人的事故 他总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处理人际关系 喜欢便是喜欢 不喜欢便是不喜欢 从不和人暧昧 成年人的游戏法则 他的一清二楚 只是与他无关 工作上 他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底线 在感情上 他另缺勿滥 知事故而不事故 在无光实色充满诱惑的世界里 坚持地坐着那个温暖 善良 向上的人 说到这里 或许有许多人要补充一点 他很有钱 没错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独生子 他从来不缺钱 但对于他来说 我家是我家 我是我 他没有办法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但是他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过的人生 事实上 他从未对身边的人提及自己的家事 在同事的眼中 他就是一名普通的医生 女主爱上他的时候 也并不知道他家里很有钱 金钱对于我们的生活很重要 但是不足以决定我们的爱情 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如果只是看钱 这本身就不是爱 邵振荣太美好了 以至于女主在失去他之后 一直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 帅气 温暖 细心 多金 知事故而不事故 这样完美的男人 是个女人都会没有抵抗力 但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 当一件事情 一个人给你的感觉太过完美 往往意味着你还没有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 邵振荣让我想起了知否里面的小工业 一样的温润如玉 一样对女主情深四海 但是面对门第之间的沟壑 他们是否真的有力量去保护那些自己爱的人呢 还是让繁华中的女主被邵振荣的母亲劝退了 而邵振荣至死都不明白 女主为什么要和他分手 他们的爱情被反对 被阻拦 女主为什么不告诉邵振荣呢 因为他不相信他们的爱情 可以跨越老一辈人的恩恩怨怨 不相信邵振荣有能力说服自己的母亲 他不想她为难 每个人都不完美 有时候你的身上吸引异性的 未必是你的优秀 而是你身上的某些不完美 所以 没有必要自倾自荐 做自己就好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海上繁华 爱上特种兵 相继扑改 李沁真的走错路线了吗 娱乐圈总有些艺人 你觉得他马上就要活了 但等来等去等了很多年 但他们离爆火总是差一口气 旗袍女神送意算一个 而是其中最让人遗憾的 还得是李沁 昆曲出身 气质出众 虽然是方脸 但在瓜子脸盛行的娱乐圈 美得很有特点 要长相有长相 也有大爆角色 但是等到和他脸一样方的徐璐 都有点小火的趋势了 李沁依然在原地踏步 尤其是最近刚上的 由他主演的两部剧 爱上特种兵和海上繁华 两部剧相继扑改 李沁离爆火似乎更远了一步 爱上特种兵本来观众期待值很高 军旅题材 搭档黄锦鱼 男帅女美的 光靠颜值也能圈粉吧 但奈何剧本实在太老套 既没有军旅的红大 谈恋爱还很尬 直接劝脱了一批粉丝 而海上繁华更是被积压了四年之久 才终于被放出来 四年过去了 这剧更加水土不服了 女主和男二在医院邂逅 开启了各种俗套情节上演扑倒 毕东在医院里这样真的合适吗 很快两人就成为了恋人关系 但是毕竟是男二嘛 很快就领了和饭 后面与男主开始了上演虐恋 看着剧情简介谁有兴趣看下去 盘点一下李沁这些年主演的作品 评分似乎都不是很高 锦绣男哥5.5分 温暖的爆爆5.4分 二上特种兵4.4 庆余年 狼殿下 这类分支比较高的作品 又不是他扛的设施大旗 不少网友直接指出李沁真的是走错路了 他的脸是有一点苦相的 因此他更加适合苦绝 他出圈的几个角色 基本都是这一类型的 最经典的就是《楚桥传》中的 大厦备受宠爱的小公主袁纯 他将袁纯公主率身可爱的模样 演绎得淋漓尽致 单纯的笑容和痴迷烟寻时的小动作 都让人感觉到少女恋爱时的甜蜜与纠结 不过遭受到叛国之后 袁纯天正无邪的性格大变 变成了阴险狡诈 只为复仇而活的公主 却每每在遇到烟寻时犹豫不决 为爱痴狂再到最后的赴死 这样的袁纯可以说是让人又爱又恨 而李沁的双性格的精湛演技 也是被网友吹爆 尤其是在烟寻把大厦灭了之后的那段戏 李沁苦苦哀求烟寻 看得让人心疼 同样的在《爱上特种编》中 李沁最美的瞬间 不是美美的谈恋爱的时候 而是被国外恐怖分子劫持 站站津津津地替同事出头的时候 眼光红红的 眼里满含泪水 真的很美 网友都评论 李沁真的很适合战损装啊 这么看来 他刚出道那几年演的悲情剧 诸如《守望的天空》 花开半夏似乎更加适合他 所以你觉得李沁真的走错路了吗